現在我們來看這個藍綠幕的區背 那一樣先把我們的影片把它叫進來 我們找到我們的資料夾在這裡 你看有藍幕有綠幕有沒有都有 不過這裡有一個小問題 因為我們這邊燈光 你有沒有發現那條白白的蠻明顯的 因為剛好我們前面這裡有一個燈光 所以等一下這上面這個會去的比較差 那我這個就好一點點有沒有 好一點點不在於說燈光 而是什麼 木拉的比較緊 木拉的比較緊的話其實是比較平的 比較平的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 比如說我找他們兩個 開啟就檔回進來 那就看你想要他們兩個去哪裡玩 因為他們兩個偷偷去外面玩我也不知道 那你看一下按著往下丟 有沒有進來了 記得要丟到第二層以後的 那他其實這邊都有問你 他說你的是我們的這個是29.87 因為這個是用手機錄的有沒有 他的速度很差一點點 那我們現在並不是那麼講究 所以就還OK啦 確定 如果你的影片很長的 這個就會有影響 也許比如說你是30分鐘40分鐘那一種 那時間一長你可能那個影片播放的速度也許就差一兩秒 那你就會發現怎麼會跳一下 就會有影響 你進到這邊之後我們稍微看一下 如果你想要跟我們下面這個做合成 下面這個做合成 你在這個影片上兜兜兩下 就是進修改 有沒有發現你現在進到的叫做子母畫面設計師 威力當然有個好處就是他每一個功能都是好像一個模組一樣 所以你點兩下或者是看哪一個功能 他就通常會跳另外一個視窗之外 讓你去做編輯 好去做編輯 好那我們要用到的就是這裡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色度區背 色度區背 好我們要用到這個功能 那你點到他 先把他打開勾起來 該去的沒去的去掉了 因為他預設是用黑色有沒有 所以你低管按一下放開 你移到中間來有沒有可以自己吸顏色的 按一下 你就先稍微點看看哪一個去掉的顏色比較多一點點 好那一定有不滿意的地方 所以你看左手邊 調整的原則由上而下 由上而下 先把你容許的色調調多一點 這個範圍會變得比較大 範圍會比較大 因為我們現在木其實本身 效果不是那麼好 所以有沒有大一點點會比較多 有沒有比較多去掉了 可是你太多人還是會去掉 好所以這樣子至少要讓他微笑的出來 對不對好 然後你還有一個很重要 不要只看一格 你一定要到別他的地方稍微看一下 因為如果有些就是燈光上變化比較 就是比較不OK的或動作上 那你要稍微看看不同的地方 還好剛剛他們兩個不太動 因為是罰站嘛 對不對 所以其實可能還好 好那你看我們後面背景有點看到了對不對 好那我們再找飽和度調一下 飽和度不太行 對不對 你看一調太多他這個就沒有了 那我就調明亮度 因為我們的木其實就是有亮油暗 有沒有發現越來越好一點的 再往下清晰度 邊緣的清晰度會再把一些東西去掉一些 但是剛剛我忘記叫他們兩個做一件事情 你知道為什麼這裡 這個油屋這麼頑固了嗎 因為他們靠近木太近了 我們燈光投影下來會不會產生陰影 這是他們的陰影 大家瞭解 所以通常我們會離木有一點點距離 不要說靠太近 讓那個燈光打下來之後 會把陰影投到那個木上面去 這樣效果就比較差 其實平常的話 通常不會像我們這麼陽春 就是只有一盞燈 我們至少會有三到四盞燈 去把那個補起來 所以如果有比較專業的當然是最好 那你看看你可以播放看看 我再往前一點 其實還有一些沒有去掉有沒有 我再往前一點 好在這邊 好如果你電腦不行的就會跟我一樣 我先存檔一下好了 因為比較慢的時候就 他顯示一格就來不及 他叫他跑那麼快 有沒有到時候來源錯誤了 來先關閉一下 好 我這邊有點錯 沒關係 我先把後面還給你好不好 你可以先試看 記得怎麼做嗎 兜兜兩項 好進去了 有一個叫做色度去背 來還給你 好現在我已經重新開機 就是打開那個軟體了 所以就比較正常的 你看這邊 這裡 剛剛這一個 有沒有發現旁邊還是有一些不OK 對不對 好所以你的木 你的燈光 其實事實上是蠻重要的 不是只有拍 還重要而已 那現在呢這裡還有一個情形 你可以看到這裡活的 有沒有發現他旁邊給我拍這樣 我的學生 還好威力導演可以處理一下 怎麼辦 因為如果你這樣子 即使用藍色去背 請問這裡去的掉嗎 去不掉對不對 因為他不是藍色嘛 所以怎麼辦呢 你一樣點兩下進來 因為威力導演他有個好處 他還有一點彈性 雖然沒有像我們有上過課AE的 就AfterEffect的軟體一樣 那麼自由 但是他有遮罩的功能 你可以把它打開 有沒有很多不一樣的遮罩 所以你也可以選擇 對不對 你看可以遮住對不對 但是我要當然不是這一種 我們用四方形就好 但是如果你這樣子 就可以遮住是最好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我在縮放的時候 是等比例縮放 可是我只要左右縮就好了 怎麼辦 請你來看下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物件設定 預設它是維持等比例 請你把它勾掉 這樣子的話呢 你就自由啦 有沒有就自由了 所以你就把你要的地方 不要地方你就切進來 要的地方我就留著 好這裡上面有一點點 所以我把它切進來 所以你看喔 國外尤其是電影啊 他們在拍的時候 那個木好長好長 比如說像我們裡面有哈利波特的啊 他那拍比較大的場景 或者一整片搶全部都是 或者街道有沒有 像卡諾那個也是這樣 就全部都是 他們就是要想辦法弄好了 真的有像我們剛那種缺點的 一格一格一格的修 因為有些它是要拼接嘛 沒辦法對不對 沒有沒有過那麼長啊 那拼接的話就只好一格一格慢慢修 好一個人 但是因為電影是大螢幕 小缺點會看得很清楚 好小缺點會看得很清楚 所以我這樣子OK之後 再搭配我們的什麼 色度具備 你給它看 哇這樣有沒有發現 我就穿綠色衣服 綠色是後面的 這樣瞭解意思了 因為這樣就會被去掉了 好所以 為什麼不能穿藍色的來這裡 來這裡玩 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給你看一下 所以如果說你萬一不小心 像剛那經理 你可以搭配一下遮障 還算靈活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儲存 那麼來外面的時候呢 可以發現這裡就切掉了 雖然它還是那麼大 但是它看不到那裡 看不到那裡 這樣會不會的 所以你看我們 有沒有發現我們今天一整天下來 我一直都在介紹什麼 基本功能 我們現在用的這些功能 其實各位 除了那些範本以外 你的免費版都可以用 就那個特別版都是一樣的 我沒有講到 就是要用那個 正式版才有的功能 這樣OK嗎 好 來那我就還給你囉 請你先試看看